3米多厚的冰雪层 零下40摄氏度的温度 十几级的大风 5月27号上午 2020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 8名队员成功登顶 27天以来 35名队员为了给珠峰量身高 克服万难 4月30号下午 2020珠峰高程测量正式启动 5月6号下午 测量开启登顶行动 由于攀登路线上雪比较深 有流血危险 队员撤回前进营地 登顶时间延后 16号测量登山队再次冲顶 因天气原因 海拔7790米以上区域 仍雪深过敏 为保障队员安全 17号16时取 登山队撤回海拔 6500米的前进营地 休整待命 24号14时15分 测量登山队 第三次向顶峰发起突击 部分人员从前进营地出发 前往海拔7028米的C1营地 25号 队员从C1营地出发时 风比较大 行进至海拔 7500米的大风口时 风力增强 队员们只能抱着石头 趴下躲避大风 25号晚 队员们在大风中 艰难地搭起七顶帐篷 四人丧珠和另外两名队友 挤在帐篷里 只能抓着帐篷杆 坐着休息 26号11时 登山队8名队员 从海拔7790米的C2营地出发 当天将抵达海拔 8300米的突击营地 5月27号上午 8名队员成功登顶 新京报动新闻 综合整理报道 更多新闻资讯 请下载新京报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